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維旭 教權指數在平板附近 沒有太多的方向表態 可是我一樣跟投資朋友報告 航行路況往下 重點是在4月12號我有請你 第三段航行請你不要參與 你4月12號高維旭航行路況往下 個股已經先領跌了 重點在這裡 今天價權指數沒有往下 主要是撐什麼 因為聯電要收庫長股 可是你看內置系統的 波段力量內置系統的國具都還是 不能讓你漲到便宜喔 你4月12號有賣掉 你可以先避開你不會有套牢 或者是不知道 現在該做什麼動作 最近被卡住的一個疑慮 即便今天上來的環球金 如果你4月12號之前你沒有賣 你還去跑去追加的話 其實在這個位置 你也漲不到什麼好處 很多個股 在4月12號是一個往下 或是往上的一個分水嶺 沒有人帶你做 你真的不要亂做交易 即便昨天有漲停板的股票 陳情8210 我也盤說2000多張 最後我也盤打上去 2000多張 平台整理第一根 今天馬上打回雲形 好做嗎 其實不好做 大多數的股票 都在4月12號 開始往下做一個 下行的方向 我有保護到你喔 今天強勢的 如虹 不是建議你去追加 一樣是平台整理第一根 可是 我跟投資朋友說 行情路況告訴我的 今天強勢的如虹 往下的慣性持續去延伸 強勢股要連續慣性往上漲 力量一天比一天的少 重點在這邊 4月12號如果你有 聽為序的建議 有出新股票的 或是保留大量現金的 你可以開始留意了 很多個股領先大盤 去做一個下跌 因為大盤是往上漲 個股是往下跌的 先跌的股票 你開始可以去留意 找了會的位置 可以慢慢進場去做 偏多操作 我不是叫投資朋友要放空 前提是你4月12號 有跟著做 可以的交易動作 你現階動作 再跟你談說 請你去找 低股價進值的 股價低於進值的 營收成長有EPS的 這時候你可以 折優開始進場去做佈局 重點在4月12號 你有跟上腳步的 今天如果你今天都沒有跟上腳步的 一樣建議你 賣掉沒有機會的股票 保留有機會的股票 如果你連你手中 有什麼股票 是沒有機會的 有什麼股票是有機會的 你需要有人幫你去做一個 建議的話 手機 掃一下QR Code或是加Lite ID 我能幫你就盡可能會去幫你 多看掃做是現在的策略 多看掃做是現在的策略 有人帶你做 其實會比較好 該進場我們一定會進場 該華麗的轉身 我們一定會華麗的轉身 該勇敢進場 再接回來也是無法 就是這樣 股價就是買跟賣 1月3號 待會有買進四季缸 遇到 重大利空 我們當天 加碼 爆波段 2月22號我們再加碼 加碼之後尾盤拉上去 4月12號我們試駕出行這三筆 是扎扎實實的 扎扎實實的 交易 9958世紀剛 4月12號賣掉 尾盤幾乎打到 打下來 這一段你避開就好了 是不是 1月份 1月份 這是加碼單的第一天 1月3號在這個附近 加碼兩筆 上去再加碼 之後 在4月12號 相對的高檔 我們全部出清 獲利下車 你避開這一段就好了 可是重點來了 這個產業也沒有問題 我說人員政策政府政策 政策做多的政策 是 未來 這種產業還是可以有機會要接回來的 只是你 你也沒有跟上腳步 這一段時間 你有買進 你有跟上腳步 沒有被洗掉的 你賣掉之後 你才有資格談什麼時候 我要把它買回來 重點是有沒有人帶你做 我的意思在這裡 有沒有人帶你去做 有人帶跟沒人帶其實差很多 如果你沒有人帶 你在這個股票市場上 我先跟投資朋友報告了 交易難度是升級再升級 下捲指數再往上漲 投資朋友 你看看你手中的股票 是套牢的股票 檔數比較多 還是賺錢 創新高的股票 檔數比較多 不是由我來說 投資朋友去看看你自己 的庫存 未實現損益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 我沒有在恐嚇你 沒有在 跟你講一些微眼聳聽的話 交易就是這麼難 難度不斷的在升級 不斷的在升級 選舉行情過後也是打回原型 打回4月12號紅海 可是大盤還沒有打回原型 為什麼 又在營造一種氣氛 這個氣氛是告訴你 趕快進場買股票 你才能賺大錢 會叫你經常買股票才能賺大錢的 為什麼不在這邊就叫你買 我是這邊叫你買 第二段買點跟你講 第三段買點我告訴你 行情路況往上 請你不要參與 尤其在4月12號 我告訴你 如果你今天還有股票的 請你跟我一樣動作 賣掉大多數的股票 留下大量的現金 就是如此 我們才有資格現在開始佈局 我現在開始帶會員 慢慢的把之前控訴的現金 慢慢就倒回股票市場上裡面 因為為什麼 很多股票 他領先大盤 先做一個下滑 我認為合理的位置到了 我們就進場 不會因為 怕東怕西的 所以交易就會 很會畏懼 我一直強調 該進則進該退則退 會因為有個 交易無所畏懼 所以就58嘛 講他的例子 該進場 我們進場 重大力空 我們進場 前面佈局 震盪整理 重大力空 我們勇敢進場 華麗的轉身 出場 我們避開這一段 我要不要接回來 我有沒有條件可以接回來 當然有 可是你也許沒有 因為你沒有 找到一個人可以幫你做一個合理的交易動作 要你就不要做股票 要做股票 現階段多看少做 少做還是有人帶你做 會比較好 我是高維旭 祝大家操作順利 獲利滿滿 我們明天見 謝謝 占评估并致富投资风险